新回到市场上满足大家口腹之欲的是台中知名太阳堂老店 做出来的太阳饼呢 这个香气非常独特啊 还有这个皮啊 打出了名气 结果呢 老板在五月份的时候宣布结束营业 那时候也做新闻做很大 酒味的老店老师傅实在舍不得 就这样子不做这么好吃的饼了 现在找了新的地点 准备要重启炉灶 预计八月十一号正式开幕 现在店里面呢 紧锣密鼓在筹划新店的事宜 而原来老店的老板也相当的祝福 六十岁的太阳堂老师傅 熟练的将面团放入机器 不用计时 不用凉气 全凭经验 加入食用水 不一会儿香喷喷的饼出炉 因为面团混着新鲜纯猪油 烤出来的饼皮特别有层次感 也才有着独家的浓郁香气 这是老涛最熟悉的到底太阳饼 在太阳堂老板停业之后 回为三个月 终于又能尝上一口 全因为老师傅的这番心底话 一句舍不得 让老师傅们在今年五月中旬 老板宣布 让太阳堂创始店停业后 决定不停工 投入新店 对其中这位从17岁开始 做了40年太阳饼的老师傅而言 意义格外重大 台中的云产 大家都很喜欢 所以来继续做这些 原本的太阳堂老店 门口有画家盐水龙的 夏日葵马赛克壁画 新的太阳堂老店 将会有艺术家王水和的太阳花蹄子 目前店面正在施工 预计八月中旬正式开幕 老师傅们另起炉灶 延续老店招牌 老套们也能继续品尝到 那块令人怀念的滋味 中天新闻 陈思源陈雨柔 台中采访报道